该用DTG纺织直喷还是DTF数位直喷胶膠模? 四个指标教您选择适合设备。 布料常见的印刷技术有非常多种,常见的布料印刷方式有网板印刷、胶印、纺织直喷印刷、热转印、热升滑等。 今天一生要为您分析近期火红的DTG纺织直喷技术以及DTF数位直喷转印胶膠模技术。 1.DTG,DTG是乘1直接裂印,又称为纺织直喷,将墨水直接喷印在乘印物上,拥有免开板,免挑字且色彩鲜艳的特色。 亦不需要透过胶膜加热即可直接印制,达成少量印制、低成本、高效率的印刷优势。 2.DTF,DTF是指数位直喷转印胶膜,使用带有离形的转印纸,利用热绒胶粉粘附在墨水上的特性, 自动将热绒胶粉定位,透过热转印机即可将转印纸上的图形转印至衣服上。 即使是DTG较难处理的深色布料印刷,DTF都能轻松克服。 4个指标教您如何挑选适合的设备。 DTG以及DTF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印刷技术,原理及步骤都不相同。 在布料印制上各有优缺点,这就要根据您的印制条件来挑选适合的设备。 您可以透过以下4个指标来轻松做出选择。 1.印刷材质。 纺织直喷主要以棉制布料为主,建议使用含棉量达75%的布料才能达到比较好的印制效果。 例如金书棉、环定纺棉,这些材质是取用中长的棉花纤维制作而成。 材质柔软细腻,且轻薄又拥有良好的吸水性,让布料的印制有极佳的效果。 如果是像帆布、牛仔布、排汗衫、尼龙布等其他材质,就推荐使用DTF数位直喷胶膠进行印刷。 因DTF主要以胶膜进行转印,在印制材质的选择上有更大的弹性,要印制帆布鞋、帽子、衣服、帆布包甚至是皮革球类,DTF都有很不错的表现。 2.布料透气性。 DTG纺织直喷式将墨水直接喷印在布料上,墨水渗入布料快速干燥,印制完成的布料透气柔软,就算是大面积印制也不会有图案部分胶感不透气的问题。 与直喷技术不同,DTF使用胶膜进行图案转印,印制完成的布料会如同贴上一张贴纸一样,相对的布料的印制部分也会较硬且不透气。 如果您是要印制运动球衣、运动Polo衫等,则需要考虑一下印制的范围与大小,以免造成透气性不佳的问题。 3.印制效果。 如上述所说,纺织直喷为墨水直接渗入布料,即使印上图案仍然可以看见布料原本的纹路,而DTF则是胶膜直接转印,像是一张照片直接贴在衣服上。 影像的色彩、精细度都胜过DTG纺织直喷,且DTF的印制效果甚至被誉为相片等级的印刷方式。 如果与透气性比较,您比较注重的是非常精细的印制效果,那就非常推荐您购买DTF数位转印胶膜印表机。 4.印制时间。 在印制时间上,纺织直喷操作简易,效率高轻松作业,适合小型企业快速印制,而DTF需要透过斗粉来将热绒胶粘附在墨水上进行自动定位,再将胶膜转印。 过程中需要斗粉,烤箱烘烤,热转印及高温转印,在步骤上相对来说较繁琐,如果在印制时间上有所考量,可以考虑运用DTG纺织直喷技术。 看完本篇关于DTF以及DTG的文章,相信您也对如何挑选设备有更多了解。 DTF数位直喷转印胶膜推荐一生,掌握最新印刷技术,提供最优质设备。 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